大家好,歡迎來到解密工作室,我是譚耀X 相信看開解密工作室的觀眾都知道 無論多麼有預謀,多麼冷血,多麼兇殘的命案 即使證據確鑿,案中的兇手和他的代表律師 都會想盡辦法想將謀殺打成誤殺 即使真的判了誤殺,都會想盡辦法想令兇徒的刑期減到最低 而常用的方法就是偷個精神科醫生或者臨床心理學家 去證明兇手是有精神或者情緒的問題 或者行兇的時候,是受到挑釁而失去自製的能力 從爾達多有謀殺,變成誤殺 由終身監禁,變成有期徒刑 由有期徒刑的監禁,變成他精神病院接受治療 例如TimeX之前的調查哥 曾經被神棍控制了十多年的中年婦人Sera 被控謀殺一對子女 但因為被證實有精神問題,最後被判誤殺 即被判監7年 當然,有成功都有不成功的 就例如軍動一時的港大教授張其中殺妻案 張其中的代表律師就說 張其中在犯案的時候被激怒或精神失常的情況下 才奪去他太太的生命 所以應該判他誤殺 但最後陪審團就不接受這個說法 所以張其中最後被判誤殺罪成,終身監禁 相信大家在看這些案件的時候都會不其然在想 到底精神病是否可以假裝呢? 而判斷一個人是否有精神病 當中的準則又是甚麼? 如果每個兇徒都將他們的惡行 歸咎在他們的情緒或精神上 豈不是天下大亂? 今集人性解密就和大家一齊了解一下 一個關於精神疾病鑑定的實驗 羅森漢恩實驗 實驗派了八個正常人 假扮精神病人 混入精神病院 看看醫護人員會怎樣對他們 以及有沒有醫護人員可以真的拆穿他們 其實只是正常人 相信大家看完這個實驗之後 或者以上疑問的答案可能會略之一二 羅森漢恩實驗,有名假病人實驗 在1972年由來自史丹福大學心理學系的心理學家 兼教授大衛羅森漢恩博士所推行 研究的內容主要是關於檢驗美國精神病患鑑定標準 而這場著名的實驗結果 在1973年在Science這本雜誌上發布 被譯為對當時精神病患鑑定的標準 一場重要的批判 羅恩漢森博士曾在當間學校任教 而這個實驗就是源自某一日 他的學生在抱怨 關於精神疾病的心理學課程 實在太過抽象了 很難去理解 所以羅森漢恩博士就忽發其想 想帶一些學生親自去到精神病院 體驗精神病患的生活 認為他們這樣 就會更加理解各種精神疾病 博士就決定新鮮事卒 自己首先去到精神病院進行體驗 看這個測試適不適合學生參與 本來只是一個簡單的測試 但博士就在測試過程裡面 發現了精神病院裡面的醫生 對於精神病患的鑑定 好像沒有大眾想得那麼可靠 那麼可信 所以就決定進行一場假病人實驗 羅森漢恩博士首先招募了七名測試者 包括一個二十多歲讀中MASTER的學生 兩個心理學家 一個疑科醫生 一個精神病學家 一個畫家 一個家庭主婦 再連同博士自己本人 一共八個人一起參與這場實驗 八位假病人最有經過鑑定 就是沒有精神病史 而且心理狀況也很良好的 然後博士就要大家混入分佈在五個州 十二間精神病院 探員X翻查實驗文件 就沒有詳細解釋 為何八個人去了十二間精神病院 但相信應該有部分參與實驗的假病人 正經轉過精神病院 講回實驗 被測試或挑戰的精神病院有不同的級數 有些就比較歷史悠久 殘殘舊舊 有些就比較新 有些精神病院的醫護人員 與病人比例就正常 但有些精神病院 人手就嚴重不足 十二間裡面 十一間都在公立醫院 只得一間是私立醫院 當八位假病人去到醫院 面對著精神科醫生的時候 就會好像無間道裡面的陳永仁一樣 有新的名字、新的職業 然後就會對著醫生描述到自己又幻聽 聲稱他們經常聽到一些很陌生的聲音 但當被問到這些聲音在說什麼的時候 這些假病人就會回答 不知道、不清楚 但除了偽造病徵、聲明和職業之外 他們面對其他問題的時候 都會根據自己真實的情況去作答 包括實際上經歷過的事件等等 結果他們八個人裡面 當中有七個人都被診斷了有精神分裂症 根據時候翻查他們的診斷記錄 有些情況下 病人陳述的背景資料就會被醫生扭曲 已達到跟普通精神分裂的病徵相同 例如是一個39歲的白人男性 在童年早期的時候 是跟媽媽關係很密切的 跟爸爸比較疏遠 但到青春期的時候 反而跟爸爸親密得好像朋友一樣 跟媽媽的關係反而冷淡了 而這個白人男性長大成人成家納失之後 跟他老婆關係都很密切的 雖然跟一般夫妻一樣都偶爾會有少少磨擦 但一切都很正常 這個男人亦都很少打子女 就這樣聽下去相信大家都覺得 這個39歲的白人男性應該都很正常 跟很多人的經歷都很相似 亦都不會覺得他有什麼病 但這個病人就被醫生這樣形容 他在親密關係當中表現出現矛盾 而一切都由童年早期開始 由於他青春期的時候 跟媽媽親密關係變得難淡 而跟爸爸的關係從而疏遠變得很緊張 整體缺乏情感穩定性 而且他試圖控制妻子和子女的情緒 自己亦都會不時感到憤怒 又會發生打子女的情況 雖然這個病人有幾個好朋友 但這些朋友的關係裡面 都感受到他的矛盾心理 大家聽完之後 覺得怎樣 Tami X就會覺得很禮還折曲 把白的講成黑 把原告改成被告 但荒唐的事又怎止那麼少呢 繼續影片之前 想跟大家介紹這條影片的贊助商Shopback Shopback是一個暫新的網購現金回贈平台 轉達你買東西我派錢 只要透過Shopback的app 調轉到你想購物的app或者網站 例如去到Klook Agoda Chip.com 訂機票或者酒店 或者上Foodpanda Deliveroo去叫外賣 都可以賺到現金回贈 當中Shopback的合作商戶 就超過350間商戶 而你在Shopback的app 賺到的回贈 儲價50元 就可以透過FPS 轉回到你的銀行 當中原理其實很簡單 就是Shopback會向你消費的商戶收取用金 當中部份的用金就會分給客戶 只要點擊影片描述欄的連結就可以下載Shopback 而登記方法很簡單 只要輸入電話號碼 而且用TimeEx的專屬邀請碼 HK Chrome 30 就可以獲得30元的現金獎賞 現在Shopback 還跟Shopshop VPN有合作優惠 在現在畫面顯示的日期 透過Shopback去訂購Shopshop VPN 最少有8%的回贈 即是說 不用錢就可以使用Shopshop VPN 在8月4日當日 還有115%的現金回贈率 即是相當於Shopshop VPN是不用錢 還有15%的回贈 快點去影片描述欄 點擊下載和註冊吧 TimeEx都用了 當假病人成功進入精神病院之後 他們就會立即停止假扮任何異常的病症 當然 他們剛剛進去精神病院的時候 都不其然會有點緊張和焦慮 畢竟 除了羅森漢恩之外 他們其他側的人都沒有在精神病院裡面住過 而且都不敢相信自己竟然這麼容易 就進到精神病院 同時也很擔心自己會被揭發假扮病人 但在沒多久之後 他們的緊張和焦慮 也有隨著他們接下的體驗慢慢消失 其實這群病人在實驗開始之前 都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才可以出院 即是被告知要用自己的方法離開 而最主要的 就是要令醫護人員相信他們是正常 當中除了一名假病人之外 其他人幾乎都很希望可以盡快出院 於是他們就表現得相當理智 而且都很合作 聽完醫護人員的話 但多數的醫護人員報告都證實了 他們的行為絕對是沒有破壞性 而且一致形容他們 友好 合作 無異常表現 他們可以平常地跟其他病人和醫護人員聊天 當醫護人員問起他們的感覺如何的時候 假病人亦表示他們感覺不錯 亦都沒有任何病徵了 但竟然沒有一個假病人 曾經被任何醫護人員識穿 甚至當他們坦白自己只是假扮 做實驗一個出院的時候 醫護人員就會認為 這些病人的妄想症嚴重了 更誇張的就是醫護人員還會發明一些精神病學生的術語 用來描述假病人的病情 例如這些假病人跟他們聊天 就會被記錄成交談行為 另外這群假病人入院還有一個任務 就是寫得入院看到的東西 包括觀察到其他病人和醫護人員的行為 這些都是有一一被記錄下的 最初他們就會很怕被人看到發現 所以就偷偷地記錄下來 但很快就會發現根本就沒有人留意到 於是就很光明正大在公共場所記錄這些事件 雖然有醫護人員看到他們是這樣寫的 但期間醫護人員就沒有看他們寫的什麼 只是覺得這個抄寫的行為是病徵之一 稱之為輸寫行為 然後記錄在這些假病人的病歷裡面 其中最可能被引起懷疑 就是只有一位假病人向醫生問起 自己在吃的藥是哪一種 當這個假病人正想寫下答案的時候 醫生就很溫和地回答他 你不寫寫下的了 如果你記不住就到時再問我一次吧 由以上幾個簡單的例子可以看到 病院裡面的醫護人員 對於這群被標籤精神病患的假病人 已經不會抱有任何懷疑 就會覺得這個身份之下的他們 做任何不正常的行為 都屬於精神病院裡面的常態 其實實驗過程之中 反而有不少病人都懷疑過這些假病人的身份 覺得他們是記者或者是教授 所以才會這樣做筆記的 但就算假病人怎樣堅持自己曾經有病 只要現在好一點點 這些觀察敏餘的真病人都堅稱假病人絕對是沒有病的 不過怎樣也好 只要醫護人員沒有懷疑這些假病人 通常其他人只可以接受 最後這8個假病人最短就留在精神病院7天 最長要留在精神病院52天才可以出院 其實有假病人觀察到 醫護人員不當他們是正常人的程度都挺嚴重 不過會在他們提出疑問的時候不正面回應 答非所問 例如有假病人問他自己何時才可以離開 醫護人員就會很呼顯地回答他 早晨你今天怎樣 然後就不等對方回應就轉身離開了 除此之外 病人的私隱程度都極少受到重視 任何醫護人員都可以用任何理由進出病房 可以任意檢查病人的個人財物 任何醫護人員都可以閱讀病人的病歷資料 包括了解他們個人經歷以及痛苦 無論患有任何精神疾病的病人 都會被監控住個人衛生和排泄情況 廁所甚至是沒有門 觀察到這幾點的假病人就覺得自己好像隱形 或者甚至可以說是都被考慮這些個人權利 羅森漢欣博士就說自己入院之後 跟其他假病人一樣都在一個半公開的房間裡面 進行初步體檢 在這間房裡面醫護人員就各施其職 好像當沒有病人在現場一樣 而在病房裡面有些醫護人員 會在其他病人在場的情況之下 對病人進行口頭虐待 留意也會有嚴重的身體虐待 在進行期間聽到一些動靜 知道其他同事會入這間房的時候 虐待行為就會突然終止 由此可以看到 施藥者知道他們這樣的行為是不對的 同時也可以得出結論 施藥的醫護人員就沒有視其他病人目的這件事 但就怕其他醫護人員看到 理由就是因為醫護人員就是可靠的證人 但病人就不是 羅森漢欣博士也有分享到 一個護士在整間病房都是男性病人的情況之下 除了自己的制服的三樓 調整他自己的內衣 博士就說 相信這個護士 目的就不是挑釁在場的男性觀眾 相反的就是 這個護士根本就一點都不在意這幫男性病人 另外 醫護人員也會一起指著 休息室裡面一位病人 也是很熱烈地討論他 就好像這個病人不在場那樣 而這八位假病人 見到最嚴重的例子就是 假病人總共被安排服用 接近2100粒藥 當中包括了很多種藥物 先不論百位假病人 明明都是被同樣診斷為精神分裂 但竟然會分別用這麼多種不同的藥物在這件事 精神病患者有沒有吃到藥 都很值得被關注 這幫假病人 其實就只會吃其中兩種藥物 其餘的就會放到袋裡面 要不就打到馬桶裡面沖走 而假病人去到廁所沖油這些藥的時候 他們發現原來除了他們這樣做 其他的真病人都會這樣做 他們都會收藥自己的藥或衝去廁所 但同樣都沒有什麼醫護人員會發現 羅森漢欣博士經過這次實驗之後 指出了在精神病診斷過程裡面 標籤效應的危險性 而標籤效應就是說 一旦醫護人員認定某一個人有精神分裂症 就會將他們一切行為和舉止都視為反常 其實一時病人根本就沒有問題 有問題的反應是醫生的眼力和判斷力 而羅森漢欣這個心理實驗 在教育上的意義就是 當一個小朋友被貼上 壞、差和蠢這些標籤的時候 這些標籤就會掩蓋他所有其他特質 甚至看不到他的優點 無論小朋友做了什麼 老師和家長都會認為 他只是壞、差和蠢 而這些帶有歧視性的目光和態度 會迫使小朋友的心理和行為 都會往這些偏見 即是標籤所指引的方向發生的偏差 在這種情況下 如果對這些小朋友的標籤和態度不轉變的時候 很可能就會產生最壞的結果 對小朋友的負面看法或者負面期望 很可能可以變成他們的自我確定 導致一個當初其實一點都不算壞 或者不差、不蠢的小朋友 真的變成一個又蠢、又蠢、又差的人 同樣的情況 假如社會對精神病患者 抱有一種歧視的目光和態度 覺得他們一定會做出一些失控的行為 是不是都有機會發生同樣的事情呢? 就好像一個患上傷風感冒的人要求醫一樣 精神出現問題的精神病患者 都需要求醫、尋求、協助 接受適當的治療就可以了 但社會往往都會對他們標籤 產生標籤效應和當他們是隱形人 而這樣的情況 是不是會令到事情發展到更加不可收拾的地步呢? 講返到實驗 第一次實驗結果發佈了之後 羅森漢欣博士就選了一間非常出名 研究教學醫院進行第二次實驗 因為這間醫院的醫護人員 在聽完博士第一次實驗結果之後 就聲稱類似的錯誤不會發生在他們的醫院 於是博士就決定在這間醫院進行類似的實驗 博士就向院方表示 在為期三個月之內 就會安排一名或多名實驗者參加 假扮成精神病院試圖入院 醫護人員需要針對每一位病人再出評估 確認他們是不是假病人 而這間醫院最後都接受了挑戰 在三個月過去之後 總共193個病人進了這間醫院 當中入面41個就被認為是假病人 還有42個懷疑是假病人 各位觀眾 你認為事實是怎樣呢? 也就是說 差不多一半的人被認為是假病人 但其實 原來羅森漢欣博士在這段期間 根本就沒有安排過任何一個假病人入院 這間醫院所選出來的所謂假病人 其實是一些普通的精神病患者 通過第二次實驗 羅森漢欣博士再次得出一個結論 就是 而在實驗結束之後 這間醫院收的精神病患數量出現了明顯的下降 從而引來各方對這間醫院 在實驗之前濫收病人的指控 在這裏 Tamiex想引述羅森漢欣博士本人 在Science雜誌裏報道所說的話 很明顯 我們不能夠在精神病院裏面 很清晰地判斷 一個人是否神智清醒 醫院本身營造了一個特殊的環境 在當中的行為 會被輕易誤解 在這個環境裏面 對病人會產生無力感 人格解體 疏離 屈辱 和自我標籤 以上 似乎是無可自已地表明了 反治療的結果 羅森漢欣實驗 被認為是對精神病患鑑定的標準 是有重要的批判 引起了很多爭議和討論 深刻地影響了當代精神醫學 促使了社會大眾 正視精神疾病的診斷標準 標籤悟名化的議題 和精神健康照護機構的重要性 最重要的是 博士推進了 精神疾病診斷和統計手冊第三版 即DSM3的修正 促進應對精神病學 去到2023年 精神疾病診斷和統計手冊 這本手冊已經去到第五版 即我們經常聽到的DSM5 相信很多精神疾病的診斷 會變得越來越準確 初判的情況越來越少 和越來越嚴格 就例如同性者 曾經被美國精神學會認為 是屬於社會病態人格疾病之一 在1953年 將它記錄在 精神疾病診斷和統計手冊 DSM入面 就連英國著名的電腦之父 艾倫陶寧 都是因為同性戀的傾向 被迫進行法學閹割 而同性戀被納入 精神病學的20年之後 即1973年 亦是羅深漢因實驗發布的那一年 同性戀才正式被DSM除名 做到他的病化 所以譚也相信 經過多年的進步 診斷和治療已經越來越完善 而且精神病學 隨著社會的進步 對大腦的認知 和精神病學的了解 精神病學的發展 只會越來越精準 誤診的機會 亦都變得越來越小 所以 懷疑自己有情緒 或者精神病的朋友 都千萬不要為責技術 如果你喜歡這個頻道 可以給我一個Like 或者有什麼案件想一起討論 歡迎留言 之後我譚明X 會和你調查更多的奇案 希望你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按旁邊的鈴鐺 當有新CASE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了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